接下来进入到何远飞的第二环节 天生我有才 麦克尔几个讯是吗 麦克尔几个讯 我还以为跳演魔术拿了鸽子过来的 不是魔术 他是白袜子 我没有白袜子 可以了吗亲爱的 可以了亲爱的 好嘞 来我们准备 5 4 3 2 这位是变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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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他这有当网红的气质啊 刚开始的时候 我在那笑的 因为很业余 但是我看到后来我突然有一丝感动 我看到了一个年轻人 在努力地突破自己的 努力地把自己最好的一方面呈现出来 在挑战自己 就是你这么挑战很拙劣 但是我能看到你的那股劲儿 我特想听你 我觉得西哥这句话 用在他自己身上好像也行 我们经常看到一个中年人热爱表演 然后呢他可能很拙劣 或者说我们觉得很幼稚 不是可能 不是可能也不是很是相当 但是他为了自己的梦想真的去学习 然后每一次抓住每次机会去表演 所以他感动的 除了感动了这个选手 感动自己 这个舞是我在结婚的时候跳过的 结婚的时候跳 在婚礼的舞台上跳的吗 对我跳了五六个舞 五六个舞 对 你在这儿跳舞 那你媳妇干嘛呢 她站在旁边看 你看又回到刚才第一环节 好男人 很孝顺的一个好老公 我们其实每个人都是一个产品对吧 站在这个舞台 他就最最想要把自己销售出去 这是最直接的 所以说我认为 他这些用的这些素都没有问题 我会提到最后 我觉得这次来舞台 我就想把自己最好的一面呈现给大家 我知道在这个台上有人讲过英语 人家是专 专八 还有四级六级 各位现场也有很多英语大咖 所以就是 我是对自己的一个挑战 就现场了 请忍受一下 每个人 感谢给我的机会 我认为自己在这场场 今天 在这里 我发现我的心 找到一个工作 给我的家庭 给我的父母 给我的几个月子 宝贝 so please support me that a person with dreams it's because of the dream become g-r-e-a-t thank you thank you thank you 远非的英文像跟雷总说 高中英语 刚才你那个 那个感觉 就好像是培训过一样 没有 这个是我在 因为我上台有准备 就是 我自己 每一句话都是我自己写的 它就是设计的很好 有自己的剧本 对 英语是我的弱性 可能让大家觉得不舒服了 但是我真的很努力 远非 我非常佩服你的这种勇敢 但是呢 这是个求职节目 刚才你的这个才艺展示呢 我们经常说那句话 我现丑了 但是我感觉你是真的现丑了 没有把你最好的一面拿出来 比如说刚刚你自己也说了 英语这是我的弱像 为什么拿弱像拿 可以不拿呀 你不拿 我们就不知道 你有这个弱像 对不对 所以说在这个问题上 拿我最差的一面 给你 来表现出我勇敢 我觉得是不值得的 在这个求职 这个节目上 谢谢叶总 但是我是觉得 如果拿自己 比较聊天什么 或者一些强项的事情做 就可能想得太容易了 拿强项来征服我们 大家看看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